韩雷有多高 韩雷为了照顾我专门穿了平底鞋对吧 不是 我不会穿高高的鞋 近高是多少 一米 172 172 韩雷你学的这个专业叫视觉传达 这是个什么专业 是视觉传播吗 不是 这个是我在法国研究生时候修的专业叫communication 其实它只译成中文的应该是传达专业 传达专业我们国内没有相关的 所以我就直接译成了视觉传达 其实就是想我们想表达的任何事情 我们只要通过视觉的方式把它传给大家 那不就是传播吗 但是是要通过视觉的方式 我可以理解为你在某种程度上 现在你的专长更偏重于做设计吗 对 我的所有的工作 也不能说所有 我的近期的工作经验都是平面设计 我在海外的时候 在一家老佛耶的百货公司做亚洲宣传 做一些宣传册宣传单 你这一年做的什么工作 我这一年是在一个展览展示工作 展示公司做一个平面总监 平面总监 平面作品的展示是在投影上 对不对 这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信仰那边的一个植物学家 故居 所以我在中间的时候立了很多就是格杉士的挡板 然后用立透明的方式 从前后左右都可以看见他对植物标本的一个观看 好 来下一幅 这是梅兰芳固剧的展示 设计的亮点在哪里 这个主要是色彩 因为它是金剧 这个是他的舞台 陈列 当时是根据他那个要求 要做一个是舞台 但是又不是真的舞台的那么一个东西 所以我就用了一种罗列的方式 把它所有的符号 然后拼凑在一起 做这个效果就是似是而非 好 就这样的 图幅图片 你今天来找的那份工作 能不能更具体的描述 我想做的是像是美术指导这一类的 就可以出创意 出idea 然后包括画面组织 但是 所以说这个东西 拒绝总监 总监不至于美术指导吧 你是一个好沟通的人吗 我是一个 您觉得呢 我其实 我怎么讲呢 你一上来 除了前一分钟之外 其他的状态都给我一种很慵懒的感觉 我特别想扑上去 拥抱你一下 你知道在他旁边 还来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你旁边 我就老觉得吧 我不知道我是该认真的继续把这节目主持下去呢 还是我该吊儿郎当下去 就是如果我认真的主持下去吧 我就觉得我在特认真 你呢 特谢的一种状态 很慵懒 很散 因为我现在不是工作状态 你可以说你现在不是工作状态 但是你现在是在求职 求职 我们我们要如何 我不知道 我觉得是你选择的求职 我 我每次求职的时候 我只是把我自己真实的部分告诉他 而且我觉得 选择职业的时候 有的时候还是要看缘分 首先要欣赏你这个人 然后之后我接触你东西可能更加容易 所以我不希望一个做艺术的人 每天就拎个公文包 或者怎么穿的板板板板的那种 我觉得 大概这个世界上除了慵懒和板板的之间 还有中间道路吧 我觉得有很多道路 不是我们不是一定要做某一类人 我这就是我而已 OK 其实我刚刚一直想跟我们选手说一句话 在面试的过程中肢体动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从现在开始改正 用这样的站姿我相信可能留下的灯会更多 好吗 我比较反对这个说法 我觉得 周老师我也反对 你一定要呈现出多样性 我们对那个艺术型应聘者 不不不是 因为他当时他那个站姿我们也觉得挺舒服的 以一个男人的眼光来看 我这点站在周老师这边 我这点一定要站在周老师这边 你想想他到一家公司打工是有上级的 他上级位级是比他更强的一个艺术家 如果他就像这样的面目 如果他是一个艺术家 我觉得我们公司跟艺术同步沾边 但我是这个公司的老板 我看着他挺舒服 这个站姿有两种解读 一个是说他比较此时此刻 他的心境是比较舒适的 他不觉得这个厂会给他带来任何的压力 他能够应对自如 另外一个是 我觉得是我更倾向于后者 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非常细 他对细节的很挑剔 所以他是不会允许自己有一个不太美的站姿出现 当他那个腿那样 那样就是脚过来的时候 他整个身姿全部是S型 就是他这样的一个身条 是那个形状是造型是比较美的 好这就是韩雷12位 您决定让韩雷继续 和到一家公司里做美工 你倾向于哪个 就是国内的设计师等于是美工 但这个 可是他就是美工 国内现状现在就是这样 各个公司都需要这样的人 就是美工 不是那个工 而且我要告诉你 艺术是服务于商业的 艺术一定要有商业价值 这个我了解 这个我了解 这问题你能不能回答我 就是真的就是美工 二点 不是不是 他还是要做一个设计师 但国内是有这个 你不可能 真的不懂 我说句话 做十月船长也有很多 真的是不懂 猜一下 我觉得分三个层次 大家不要把它看得那么绝对 上面是艺术 下面是美工 中间是有一层是设计的 对吧 我觉得这样分比较合 分三个台阶比较合理 你觉得你应该落在哪个台阶 是艺术 设计还是美工 可以设计 更偏设计是吧 更偏设计 你会坐在办公室 按照老板的要求设计一张海报 或者设计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手册的封面吗 有可能我也会给你三个颜色 有可能我们也会告诉你 我们这个这个主题大概是什么样 你会不会接受 其实我每一份工作都是这么具体的 都是要告诉我 都是有些有内容 我只是做形式 我并不做内容 你只要告诉我内容 我会根据你的这个内容 把你的形式做得让你满意 但如果你的老板 把这个形式说的特别具体 你几乎没有太多的创作空间 你会觉得怎么样 我可以选择不做 因为这种工作很多人可以做 我明白 那个干嘛那么绝对呢 那小刚也是美工出身呢 冯小刚也是电影美工出身呢 他是艺术家 这个真的别那么绝对啊 然后并不是说 到公司做这个设计 就没有设计 就没有艺术空间 一定是给的 我们只是说我这部剧 是个什么题材 什么内容 创作空间是你的呀 好的 好 谢谢 谢谢各位提出来的连带问题 带建议带提示带提醒 十位 请选择 韩雷应该继续还是离开 请选择 好的 一二三四五 有五位留了下来 你们现在分别 要告诉一下韩雷 你们企业能够提供的职位 你好 吉乌特提供的职位 是我们吉乌特零售店的陈列师 负责橱窗陈列视觉的部分 韩雷 我们是一些画册和广告的宣传的图片的设计 来 张陈 美术设计总监我有点犹豫 美术设计师吧 我觉得比较准确 来 美侠 你主要负责公司的设计 有海报 也有一些网站 也会给你一定的想象和发展空间 但是公司的设计只有你一个人 好 谢谢美侠 金波 我提供给你的职位 就是说你是我们的美术指导 你来提升我们整个五八美术设计的水平 好的 谢谢金波 谢谢 这样的职位都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企业也都知道了 对吧 走上前去 按掉其中三家的灯 来吧 韩雷 好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谢谢你 李宁秋 再见 不好意思 谢谢你 美侠 再见 在韩雷做出了这个选择之后 在韩雷做出了这个选择之后 我现在不觉得你慵懒了 他给自己真的留了不同的界别 他给自己留了余地来选择 喝两家 开心蛮花 五八同城 谈钱不伤感情 韩雷 职务都知道了 对吧 对 谈钱的事我不管 你自己来 开心蛮花 五八同城 这个我给你的薪水是八千到一万 我给不了你他那么多钱 恐怕不会超过五千块 就是我这个职位 也是 就是刚才我讲了 但是是有挑战性的一个工作职位 就会给你一个做艺术的创作空间 好的 还有什么问题 随时补充着问 别问了 没事 还是那个生活更重要 我来听一下张银 如果纯粹从空间创造来讲 就是要实现追求来讲 他那的追求 可能在实现上 是 要更有成就感和满足感 所以 到底要什么 你不能给多点钱吗 特好 特别好的问题 真的 因为从我来讲 这也是一个我们招人最纠结的问题 就在成长的过程中 不是不可以加 但是有两个前提 一个是企业在持续的成长 一个是你 刚才我说了 你对我来说特别不容易决定的 就是你是不是能适合 总监的这个职位 好 张晨是一个负责任的老板 如果张晨仅仅为了节目上表现大方 他可以大声的说 我可以给你加 但是张晨真的是个负责任的老板 我给你15秒钟的时间 然后你大声的告诉我 你的选择是开心麻花 还是五八同城 或者你选择谢谢两位 再见 请思考 各位环境 哈嘞 我选择生活五八同城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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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